作为军区海外的华人啊 不由得感慨祖国真的是越来越强大了 这不刚过完十节 英国的大街小巷上到处都充满了中国文化的影子 很多国际友人呢 也对中国文化都非常感兴趣 三月三拜圈圆 借这个机会啊 我邀请来我的英国网红朋友 一起来体验一下中国文化 大家好 我是安娜 我带你去换件衣服吧 大家好 我是时尚博主的微宝朱丽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传统服饰 好脸 马面群是明清时期女子着装最典型的款式 马面群得名有多种说法 一说马面群前后共有四个群门 其中因为中间群门是一块长方形 像一张长长的马脸 所以得名马面 整个裙子被称为马面群 另一说为中间群门像是古代城墙马面一样 而得此名 偷一下你喜欢的吧 我喜欢这个 你知道吗 皇帝竟然是我们时尚博主的始祖周易记载 皇帝摇顺锤衣裳而天下制 皇帝夫人雷祖发明并教会人们植丧养残骚丝之后 皇帝进入了衣语上的设计制作 上衣下长 长短宽窄乃至染色有了区别 接着又发明了帽鞋 鲜明从此才有了体面的穿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